注意看,羽人在铺床的时候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旁边的小儿子虽然看到了这一幕 但他年龄太小,还不懂什么叫害怕 羽人把他抱起来,准备走 一回头,居然看到卧室墙上有一大片污渍 他搬来一个凳子,开始清理那片污渍 小儿子在身后坐着 他擦拭的过程中回头看儿子 发现儿子正在盯着天花板发酵 寻着儿子目光看上去,天花板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小孩子乱看,他也没有多想 借着把污渍给擦拭干净 昨天他们一家四口才搬到这里 夫妻俩厌倦了大都市的生活 查到这个农场的价格低到离谱 他们就买了下来,女儿贝拉正值青春期 田径的农场或许还能减轻她的叛逆 这天夜里一切都还很正常 父亲大壮还安慰女儿贝拉 以后农场的生活会非常精彩 第二天一早,他就开始收拾农场 妻子阿莲在卧室收拾床铺 这时候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而阿莲不知道的是 墙上那片屋子里藏着一桩惨案 十年前的这栋房子里 一个女人害怕地把儿子藏在床底下 而冲进来的凶手当着孩子的面 将女人一把摔在墙上 那片屋子其实就是女人的血字 男孩从床底下钻出来逃跑 正好撞上了跑上来的姐姐 姐姐本来还想救母亲 但看到凶手的影子正往外走 她赶紧拉着弟弟下楼逃跑 而最后躲到橱柜里的男孩 也没能逃脱被杀的命运 凶手很快就找到了她 可怜的男孩就这样也惨遭毒手 时间回到现在 阿莲搬来的第三天早上 她刚从美梦中醒来 好心情就被卧室对面的墙一扫而光 昨天那片已经清理干净的污渍 居然再次出现在了墙上 她下楼拿清洁剂 准备把卧室的污渍再清洗一次 女儿贝拉过来拿车钥匙 她要陪父亲去镇上买种子 来到镇上的超市里 大壮开始挑选需要的东西 贝拉被旁边墙上贴的简报吸引 她大致看了一眼 都是本地发生过的大事件 其中一张关系到她后面的生死 只是当时她没有注意 感觉超市太无聊 贝拉和父亲打招呼 要出去转转 大壮叮嘱她不要走远 超市旁边的球场上 贝拉结识了本地少年小软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没办法 长得美的人交朋友 就是这么快 家里面 阿莲正在收拾厨房 小儿子狗圣在自己吃饭 忽然 勺子上的倒影吸引了她 她看到后面房顶上 有个东西在爬 狗圣扭头看向后面 刚开始什么也没看到 这次狗圣看到一个东西 在房顶攀爬 她感觉很好玩 就跟着往里面走去 那东西在房顶诡异地挪动着 吸引着狗圣往前面走 而阿莲还在喜涮餐具 根本没注意到 儿子离开了餐桌 那东西爬到最里面 一转弯消失在了一扇门后 狗圣看着他消失的地方 才注意到这是地下室的门 门前的地上 还有一些 他不能理解的划痕 这时候 门锁自己转了起来 索眼里能看到门后 似乎有什么东西 狗圣呆呆地看着里面 正在刷碗的阿莲无意间回头 这才发现 餐桌旁的儿子不见了 就在狗圣伸手准备开门的时候 阿莲走过来把他抱了起来 狗圣这时候 还不会说话 阿莲充满阿姨的教育 他不要乱跑 父女俩买好种子回到家 阿莲正好又在清理墙上 那片污渍 女儿问母亲 要不要帮忙 阿莲就吩咐他 把几箱杂物搬到地下室 贝拉搬着箱子 去开地下室的门 却发现 怎么都拟不开 老房子们有些问题也很正常 贝拉没有往别处想 打开地下室的灯开始搬东西 破旧的地下室堆满了杂物 贝拉放好箱子后 在地板的缝隙里发现一条链子 拿起来看是一只怀表 但这怀表 不管它怎么用力都打不开 这时候 正在外面搬种子的大壮 震惊地看到自己车上 落满了乌鸦 这些乌鸦 像是收到某种指令一样 对大壮开始 红红的东西 旁边传来几声 枪响吹 驱散 大壮 这才看到自己农场里来了一个人 这人自我介绍叫秦兽 靠打林工云游四海 今天只是恰好路过这里 房子里的母女俩 听到枪声也跑了出来 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阿莲邀请她吃饭 以示感谢 农场里正好需要工人 大壮就把她留了下来 贝拉还在想办法开那个怀表 怀表也依然纹丝不动 旁边母亲 让她帮忙端饭 才打断了她 农场里多了一个帮手 现在是两个男人共同劳作 那些种子很快就长了起来 这些向日葵在阳光下 铺满了整个农场 而远处出现的乌鸦 似乎象征着潜伏于暗处的邪恶 这天大壮的手在工作中受了伤 阿莲要带着她去镇上缝盒 贝拉留下来照顾小弟弟 父母走后 她转身准备回屋的时候 看到房子上落满了乌鸦 贝拉以为 他们是想偷吃庄稼就没有多想 傍晚她开始给弟弟做饭吃 弟弟狗生自己 坐在桌子上玩果冻 这时候 家里的灯闪了几下 起初贝拉没有在意 忽然 屋上传来一声巨响 食物洒了一电 紧接着传来有人在楼上跑动的声音 她以为是有人闯到了家里 似乎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在进行破坏 家里的一切瞬间被砸了个稀巴烂 慌乱中 贝拉护着弟弟缩到了墙角 开始拨打报警电话 这时 玩具车自己动了起来 狗圣被玩具吸引站起来去追赶 贝拉给警方说完地址 才发现身边弟弟不见了 那个玩具车 引着狗圣又朝地下室走去 本来锁死的门 自己也在慢慢地打开 贝拉跑过来找弟弟 然后在地下室门口 看见了玩具车 但旁边并没有看到弟弟的人 她弯腰想把玩具捡起来 那小车忽然又动了起来 自己滚下了地下室的楼梯 就在这时候 弟弟狗圣却从后面走了出来 求生欲让贝拉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她拼尽全力挣脱出来 然后抱着弟弟逃到了房子外面 禽兽闻声赶来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惊魂未定的贝拉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震惊地发现 房子里整洁如初 完全没有打杂的痕迹 不一会儿 警方和父母都赶了过来 警方仔细检查了全屋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不管女儿如何发誓 没有说谎 但夫妻俩都认为女儿是在捣乱 并且不理解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二天她向禽兽求证昨晚的事 禽兽也再次确定 她昨晚没有看到任何异常 她感觉是贝拉晚上一个人害怕 以后有任何需求可以找她 不甘心的贝拉到镇上找到小阮 向她打听自家房子 有没有闹鬼的传闻 没想到还真的问到一些 小阮和朋友小时候 去那个荒废的房子里玩 有几个小孩钻进地下室后 尖叫着跑了出来 说是有东西在追他们 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去那里玩过 贝拉回到家再次来到地下室 准备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她在地下室转了一圈 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但当她转身 准备走的时候 脚下的木地板 忽然变成了泥泥的沼泽 她发现不对后想逃跑 从乌泥中伸出一只手 拽住了她的腿 同时 她脑海里浮现出一个陌生的女孩 同样在这里被人拽了下去 这强大的力量 把贝拉从楼梯上拉开 倒向了身后那片沼泽 当她背不着地的一瞬间沼泽 又变回了地板 周围的一切也都恢复了原样 阳光下的葵花农场温暖又平静 刚地下室发生的一切 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父母肯定还是不会相信的 她再次找到禽兽诉说 刚发生的事 禽兽确实没有质疑她 只是耐心地安慰她 说人在青春期的时候 大脑都是一团江湖 总会做出无法控制的行为 看到无法理解的现象 她劝贝拉以后 干脆离地下室远一点 但贝拉很快就发现 一切都是徒劳的 这天无聊的她 走到了古仓里 刚进去身后的木门 就自己关上了 她转身去拉却 怎么也打不开 贝拉明白 这身的东西又来找她 既然出不去 她干脆壮着胆子 朝着四周 空气问到底想干嘛 仓库的角落里 发出一阵声音 贝拉走过去 居然看见一个小孩 坐在墙角 这次贝拉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责备夫妻俩 不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她检查后认为贝拉的伤势 自残导致的 虽然没有危及生命 但那些抓痕也是触目惊心 希望父母回去后 多多关心孩子 回家的路上再次发生了争吵 父母不理解 女儿为什么一直添乱 当然更不相信 骨仓里发生的事 贝拉回到卧室 就生气地扯掉了脖子上的纱布 这时 桌子上那块 一直打不开的怀表 现在却忽然自己弹开了 这种诡异的事 贝拉已经麻了 她拿起怀表一看 里面女人的照片 感觉有点眼熟 夫妻俩在楼下反省自己 觉得对女儿的态度非常不好 大壮上楼 想找女儿谈话才发现 贝拉不知道 什么时候跳窗出走了 大壮赶紧开车去追 她刚走 农场上空 就聚集了大量的乌鸦 正在干活的禽兽 也注意到了这诡异的现象 乌鸦盘旋了几圈后俯冲下来 朝着禽兽扑了过去 禽兽在乌鸦的群躬下 毫无还手之力 很快就被卓晕过去 倒在了地上 房子里 阿联准备哄儿子睡觉 身后的墙上 忽然开始发出声音 她回头发现 墙上那片乌渍再次出现 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大 更诡异的是 乌渍的纹路也在变化 这下阿联终于相信了女儿的话 再说 贝拉是跑到了镇上找小软 原来她想起了怀表上的照片 在超市见过 在那些简报里 她果然找到了女人的照片 是一篇凶杀案报道 而女人旁边的丈夫 居然是禽兽 意识到父母 有危险她 赶紧往家里赶 阿联受到惊吓 正在收拾行李 准备逃跑 这时禽兽 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看着手上的血 脑海深处 某段封存的记忆被唤醒 她仿佛又回到了 十年前的农场 远处 正在搬行李的阿联 被她看成了自己的妻子 看着妻子拿行李 准备离开她 愤怒的禽兽 过去一巴掌 把阿联打倒在椅子上 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 禽兽就是当年惨案的凶手 她的失忆和变态 应该是某种精神疾病 现在她把狗圣 也看成了自己的儿子 脑子一时间恍惚起来 阿联趁着她恍神的功夫 一把将她推开 抱起儿子冲进屋里 躲到了地下室 并反锁了门 禽兽跟过来疯狂砸门 暂时被阻挡在外 后面的剧情就比较简单了 赶来的小软 被禽兽偷袭 直接打晕在地 贝拉逃到地下室 找到了躲起来的母亲和弟弟 最后 回家的大壮 同样被禽兽偷袭 刺成了重伤 贝拉像小鸡一样 被禽兽提起来摔在了地上 就在禽兽准备动手的时候 地板再次变成了 那种泥泥的沼泽 里面似乎有东西 再往这边游 我的家人 是在一起的 我们不是你的家人 我们不是你的家人 罪恶的禽兽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贝拉一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第一年的葵花子就获得了大丰收 他们将在这里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